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这三个月来 环境的涨幅是14.2% 马币涨幅14.35% 马币的增值超越环境 所以之前我们的国喊总裁说马币被低谷 严重被低谷 你们不相信吗? 还是说马币被低谷吗? 现在马币比环境更值钱了 现在你们才知道啊 是不是? 因为我们要看这样的资产 资产是要增值才是叫资产 你钱放银行2.8% 3% 增值一点点 但是你现在手中有马币 你马币卖掉了 你看你三个月前买的哪边呢? 现在增长了14.35% 真的是不可思议超过环境 你知道现在全世界涨到最厉害 我们一直以为是环境嘛 环境在大涨嘛 反正他一涨不动 以色列就炸一下又涨咯 一涨不动 以色列再炸一下又涨咯 所以 然后再来就是那个那个巴威尔 巴威尔又来讲 降细降细降细 环境又涨咯 现在环境是涨不停就对了 但是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货币呢 比环境涨更快呢 就是马币啊 马币增长的速度呢 超过了环境啊 所以真的是不可思议的时刻啊 所以看见这个大马媒体呢 这么重要的事情呢 这么报道的力度不够啊 所以我就特地做一期呢 给大家记录美好时刻啊 给大家记录下来呢 我们的马币呢 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啊 我们马来西亚人的货币呢 现在变成全世界最强的 最有价值的货币啊 因为东西是这样嘛 你资产能够增值的 就是好资产嘛 好像最亏本就是买汽车咯 100千马来变 两三年后变60千 这种叫做 苏苏尼赖亏本的资产嘛 但是马币呢 你手中持有马币呢 哇 他一直在增长当中啊 而且还会继续增长啊 那么会不会继续超越环境呢 很难讲啊 来我们来看下新闻吧 马币这三个月的增值超过环境 毕竟比环境更有价值啊 当然不同啊 如果你拿来保值呢 保值肯定环境钱啦 保值肯定是环境啦 但是你要拿来增值呢 你要拿来玩的呢 你要来trade的呢 你要买了不久就卖呢 你要赚这个差价呢 现在是马币呢 比环境更有价值啊 你马币买了再卖掉呢 哇现在赚啊跟你讲啊 是不是啊 他他比买环境更好啊 你买环境呢 他还没有还没有这么好赚啊 马币呢 好赚过环境啊 所以那天在直播我们讲过了 现在就是降息周期来临嘛 这个报友正式宣布那个降息周期嘛 降息周期可能会两年三年 这两三年都是降息周期嘛 所以就注定了环境日期哦 马币呢 肯定在降息周期会起到直到 美联储下一次的升息 下一次的升息周期呢 马币呢 还会跌嘛 还金可能才会stop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现在已经毕竟15%了 所以马币应该会创下呢 历史以来呢 最佳季度表现 华特表现 季度表现 现在全球最佳货币呢 我们的马币呢 属于征锋 我们刚刚超过泰国的 比那个泰国的钱呢 增幅更快 所以 原本是 这个泰国呢 是增幅很快 然后呢 就环境嘛 环境呢 就是泰国 现在没有想到呢 陈瑶金刹出来呢 就是马币了 现在是马币最厉害了 所以我们 看这个英文媒体的数据呢 这三个月呢 这三个月来呢 14.35% 然后这个环境呢 才14.2% 然后这个泰国呢 13.79元 13.04元 所以马币呢 增长幅度 超越环境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那天我们直播也讲了嘛 他三家不打算降价就是不打算降价 那个旅行社呢 宣布呢 没有降价 马币起降多呢 没有便宜啊 一样的价钱啊 很简单的 现在不要买先 再等一个月看他降不降价 所以没有理由的嘛 之前你是4.8元的价钱 现在4.1元的代楼 为什么没有降价了 所以大家不要急着消费 现在马币很之前 没有必要急着消费 等他们降价先 他们多一两个月没有生意 就没有办法了 他就要降价了 所以大家可能很关心这个环境啊 环境也是在大涨 但是环境的涨幅呢 不如马币 所以现在最新的环境的价格呢 环境是属于货币的一种 环境叫做SAU 它是用盎司的 1盎司的环境呢 现在是2654 这两天有点跌 但是从2700呢 就要看以色列有多努力啦 然后又看那个鲍威尔啦 是不是 那天是给鲍威尔 吓一下是跌了的 马币也暂时停止了一点点 也跌了一点点 是不是 所以今年呢 现在高盛已经预计了2900美元了 所以你现在玩什么呢 你现在要买什么呢 可以增值呢 环境吗 环境增值是恐怖的 环境是很稳的 然后马币呢 现在也被认为是很稳的 你买马币呢 也是很稳的 因为这两天很多人卖马币啊 很多人拼命卖啊 那新加坡那边呢 那个新加坡的工作 拼命把马币卖掉 很多人拼命把马币卖掉 那你知道卖一下呢 哎又跌了 气死他们了 是不是 今天4.16了 是不是 那天 哎呀真的是 真的不要紧张 不要急着把马币卖掉 我跟你讲 好戏还在后头啊 所以现在人家可以玩的 环境马币 太足也可以玩 这样子啊 然后那个油价就不可以 油价跌啊 你不要买 不要去买油啊 跟你讲啊 一打仗越打仗越跌 我跟你讲 是不是 啊 那天就是因为呢 叫鲍威尔突然间讲 啊 暂时 慢一点点 stop一点点 结果那个马币就回调嘛 啊 大家赶紧卖马币嘛 那个环境也回调嘛 是不是 啊 所以今天的那个 那个情况呢 刚才117了 现在回116了 117了 总之4.2里面呢 都代表马币呢 还是很稳的 啊 虽然鲍威尔那样讲呢 但是他喊不了多久的啦 啊过不久呢 就就下来了啦 他暂时维持这样子呢 是给大家一个机会呢 赶紧去换啊 啊赶紧换 啊 417 418呢 今天可能是18 417呢 可能是高点 啊过后没有了哈 过后又回到411 那是409的哈 跟你讲啊 今天不换呢 可能会后悔啊 因为呢 这个范威尔的功夫出完了吗 啊 现在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看到马币会继续跌吗 是不是 啊 所以这个拉肺子就来讲 哎 去年我都知道马币会起了 厉害就是厉害了 啊 啊去年我都预测马币会起了 那就是厉害 事后诸葛亮 诶 然后今天对马来西亚有好消息哦 这个Oracle呢 Oracle正式呢 准备砸270亿呢 投资进来大马 这个Oracle已经准备了 啊 这个Oracle是世界Top10的那个大公司来的哈 啊 这个Oracle一来呢 啊 马来西亚就有很多呢 高端的工作 Oracle给薪水呢 不是给那个15块的啊 啊 他没有啊 有啦 15块啦 有啦 有2000块薪水啦 USD USD sorry 1500块呢 USD 2000块呢 USD 这些外国公司是这样子的嘛 啊 那当然我们有一些协会呢 认为呢 随着这个马币开始回调呢 回到这个4块1的这个阶段呢 甚至可以突破4块钱呢 会更多更多的技术人员呢 会开始考虑呢 回来马来西亚做 因为你不用这样辛苦嘛 那你整天来回新加坡 什么啊 你整天去到国外啊 啊 啊 那个刘老婆一个人在家很寂寞 啊 等一下呢 啊 钱是赚到了 但是呢 啊 后果不知道啊 后果难以想象啊 啊 所以这样子分离不是很好嘛 那 其实马币够强呢 干嘛呢 得须跑到外面工作是不是 啊 所以我们都希望看见了这个这个马币呢 继续继续的继续继续的增值了 因为现在处于降息周期呢 是没问题了 啊 这几天这种处于回调了 因为人家有手中有马币赶紧卖啊 啊 现在不卖怎样 怎样啊 啊现在417你今天不卖的话呢 啊 过几天又回到409又不用卖了 是不是啊 所以人家都都赶紧赶紧在 在这个回调当中嘛 是不是啊 啊 所以也真的没有想到呢 马币呢 他现在呢 你现在手中持有马币呢 他会比环境更赚钱啊 啊 那个环境你才赚14.2%呢 马币赚14.35% 真的是人生第一次看见这样的情况啊 啊 所以应该好好庆祝 应该好好高兴一下 我们的马币呢 终于有出头天啊 啊 现在呢 我们马来西亚人啊 看着走到外面的 现在我们是仰手看着你们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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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啊 啊 三比零就三比零啦 啊 啊 啊 来到走后 我们走后 给你三比零叫做 叫做很很很 很怎么了啦 我们走后啊 七比零八比零都可以啊 啊 啊 所以马来西亚就是这样强嘛 是不是啊 走后就是这样强嘛 对不对 好了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什么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也请大家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回见